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上上一集介紹了這個二次函數的各種 三種的那個寫法然後上一集介紹了三個題目 那其實我們這連續的幾集呢應該是 本來是連著上的課程啦但是因為我們的影片必須要在 30分鐘以內所以不得不把它切開 那在這裡說明一下就有的人會建議說為什麼有熊老師不把影片錄更短一點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說如果把影片錄更短的話你會看得更零碎 就沒有辦法比較 有這麼多種多元的方法 沒有辦法把剛學到的東西拿來應用 那其實我是更希望能夠把 這幾集連起來連在一集裡面但是做不到 因為 同學們不願意看超過30分鐘的影片 那麼所以我們來看這一集啦 在這裡呢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Y等於-2括號X-H加K 那這是一個標準式 圖形通過根號20根號30 然後要求這個H和K 那你就在我們前面兩集的這個說明裡面你可以了解到怎麼樣呢 一般來說遇到這樣的問題我都會建議你就是不要理會 不要理會一開始的式子的格式 根據題目所通過的點來列式 就是說如果我設根式的話呢 設根式的話那麼 Y等於注意喔 A已經有了 A就是這個-2 就是說我標準是一般式和根式的A是同一個 所以Y是-2括號 X-2 X-2 所以一個方式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我把它設成這樣 那設成這樣子之後呢 再把它轉成根式嘛 對不對 把它轉成根式的時候呢 那一樣我們在上一集也 花很多的兩次兩三次 介紹 就是說當我從 跟著轉成標準式 當我要從根式轉換成標準式的時候我可以配方 我也可以不要配方 不要配方的話呢 X到底-H這裡要寫什麼 要寫的就是這個 H就會是他們兩個的終點 所以H是2分之根號2加根號3 故意把數字出的這麼醜 就是要讓你了解到說 所以我掌握到這個 可以不要配方他 的方法 有的時候 還挺有用的 減 X-H 的平方 加K OK那K呢 對不對 那K呢就把這個 他們兩個的終點 2分之根號2加根號3帶進來 2分之根號2加根號3減根號2 那這個根號2呢 其實就是 2分之2根號2 這樣看 這樣顯得看得懂 就它是2分之2根號2然後放進同一個分母裡 那然後所以這個減這個 剩下負一個 所以它就會變成 2分之 2分之根號2變負的影響 所以這個呢 是2分之 這個這一項會變成 2分之根號3減根號2 而這一項呢 則是一樣 你把根號3 如果我是這樣子 減 根號3 要不然 減根號3 那減根號3的話呢 一樣 我把 這裡 我把這個根號3變成 2分之 2根號3 然後一個減兩個 剩 負一個 所以它變成 2分之根號2減根號3 所以最後你會由2分之根號3減根號2和2分之根號2減根號3相乘 那注意喔 根號3減根號2和根號2減根號3剛好差一個負號 所以它就會變成 底下2乘2是4 上面是根號3減根號2的平方 還有一個負號 這樣子 然後我們前面還要再乘 一開始這個a是負2 那這樣子乘起來這個k到底總共是多少呢 這個它是負號約定 2分之的 3根號3平方就3 3加2 5減2根號6 那這個就是k 就是說 如果x是2分之 更號2加更號3的話 代進去解出來的 函數值會是 2分之5減2 更號6 那這2分之5減2更號6就會是 f of h 就是k k就是f of h 就是說當x等於h的時候 f of x會變成k 那這是一個極值 對不對 這樣子啦 ok 那另外呢 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其實在這裡已經看出來了 我可以從這兩個y相同 它是根4也罷不是根也罷 它們兩個y一樣代表h就會在這兩個數字中間 所以我直接拿 我直接以這個 h是2分之 更號2加更號3這一點 把原本的標準式改寫成y等於 負2 括號 x減2分之更號2加更號3 平方 加k 我改設成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我用 我用h來得到這個 來列這個式子 然後把根號20或者把根號30帶進來 帶進來的時候就可以求到k 因為你用根號2帶 x等於根號2帶進來算一算 會變成0 那你一樣會得到頭目k 這樣也可以 可以嗎 那所以說我們接下來的這幾集 就這一集和下一集呢 都會 在就是 應用我們前面兩集所學過的姿勢 來去看各種的題目 讓你們了解到 一般式跟式和標準式在互換的時候的 的方法 還有技巧 來看這裡 有一個二次函數圖形 y等於根號2x平方加2根號6x加pi 他問你圖形的頂點 那當然呢 可以配方法他 又或者 我們在這裡就先不配 先不配方法他 來預言他的頂點會是什麼 那因為我已經知道怎麼樣呢 我們前面已經整理過 當你寫成一般式的時候 其實你的h會是 -a分之b h會是-a分之b我就直接算 也可以 那你如果你沒有背就配 就配方法 -a分之b -2a分之b的話就會是 寫這邊 -的根號2 乘2 2a分之b 2根號6 所以2約掉 根號2跟根號6可以約 剩根號3 所以 h是-根號3 那h是-根號3的話 那你說K怎麼辦 K很簡單 就帶進來嘛 K是 F 所以你看我們已經使用很多次 那就是希望你了解到 你的K不一定總是要 P方法才會拿到 你知道H的話就用H帶進去 不管現在這個式子是標準式 是一般式還是 根式 你知道H的話就用H帶進去 K就是F 因為HK是他的一個點 所以 當X等於H的時候 他的Y就會是K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用 根號3負根號3帶進來 負根號3帶進來 負根號3的平方是3 所以他是 3根號2 然後在這裡 負根號3帶進來 負 根號3乘根號6 這個我們前面學的在這裡順便 複習一下 根號6乘根號3 那這個根號6本身有根號3乘根號2 所以這兩個根號3乘在一起 會變3 所以根號3乘根號6是3根號2 然後再乘 2 所以是6根號2 加拍 所以最後會是 這個 負3根號2加拍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你也可以配方法 那我們來配一次 這個時候呢 根號2先提到外面 拍不用進來 那根號2提到外面 這個也要跟著一起提 一起提根號2 那 根號6提 根號2出來 還剩根號3 所以這裡是 加2 根號3 x 一樣 如果你不確定這裡寫什麼 先寫這個 他怎麼樣呢 這個的一半 他加根號3 那展開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 x平方加2 根號3 x 加3 你裡面加3 實際上加了根號2 所以 減3根號2 所以你的頂點 是 負根號3 和 這個 拍減3 根號2 對不對 那就說 配方 也可以 你不配方 他也可以 來看一下之前留下來的作業 就是順便 來練習 那我們在 出作業的時候還沒有教這麼多種不同的解法 那就是 至少你要會用我們 已經教過的方式做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用比較多的方 多的角度來看他們 他說把這個方程式 就是平移向上平移三單位 向右平移 五單位 問你新圖形的方程式 那你有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就是 先配方法 取得頂點 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說 你挑任何一個點去移動 是不準的 你要挑出頂點 那挑出頂點的話 移動頂點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他如果配方法的話 YY等於負的 X平方減3X 等於 負的 X平方減3X 會怎麼樣呢 這裡是 他的一半 所以這裡加四分之九 那你裡面加四分之九 其實是減四分之九 所以再加四分之九 變成 四分之二十九 所以他的頂點是 二分之三 四分之二十九 然後他 向上平移三單位 向右平移五單位 所以他會變成 二分之十三 然後 四分之 向上平移三單位加十二 是十一 所以最後的答案會是 注意喔 負號 就是這個負一還是 還是在 因為他圖形造型沒有變 他只是平移而已 這樣子 這就會是新的函數圖形 好了 另外一個做法 我們直接以平移的概念來說 向上平移三單位是 Y Y -3 代入 Y Y-3 代入 因為我的Y在開始算之前就先被你扣3了 所以我要得到相同的X 我都需要比原本多3 然後向右五單位 X向右移本來是加的 但是我 得到同樣的Y X都需要多5 就是因為在算之前就先被你-5了 所以X以X-5的 平方代入 X以X-5代入 然後我們把它展開來 這個-X平方 -10X加25 然後都要乘上這個負號 然後 加3X-15 然後加5 然後 最後我們把它整理完的時候要記得把這個-3移過來變加3 所以變成-X平方加13X-32 然後呢我們最後來配方這個-X平方加13X-32 所以把負號提出來 然後這個13的一半 在平方是四分之 169 然後這個-32呢 32其實是100 乘以4是128 所以它是四分之128 那它加169-128 最後會加 四分之41 那你就會發現 跟這個一樣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這個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這個 可以嗎 好我們來看這裡 這個問題它說 已經知道 已經知道 f of x 這是標準式 跟圖形相 跟x軸交於10 和50 跟y軸交於04 然後問你ahk 那其實呢 這個所謂跟x軸交於1050 就是根嘛 如果做到這裡 你應該要了解到 那所以我們可以乾脆怎麼樣 列根式啊 好 所以說 x -1 x-5 y等於 這樣對嗎 不對 還要補上 A 可以嗎 然後呢 這個 色 以04 代入 會得到 X是0的時候 Y是4 所以 這個-1 乘 -5 也就是正5 正5乘A是4 所以A是 5分之4 A是5分之4的時候 那所以整條式子就會變成是 這樣子 那當然 接下來 你可以 選擇展開來配方法 又或者呢 不需要配方法 就可以寫標準是 x-多少呢 H就會是這兩根的中間點 所以他是3 1加5除2是3 K會是多少呢 K就會是x用3 代進去 3-1是2 3-5是-2 這兩個一定會相反數 因為你的 那個3在他們正中間 所以2乘以-2乘以 5分之4 注意這個是5分之4 所以是-4 5分之4是-5分之4 是-5分之16 那 A4 5分之4 H是3 K是-5分之4 K是-5分之4 這樣就解出來 可以嗎 再來看這個問題 已經知道Y等於 Y等於 還有這是根式 他說 頂點在3-5 而且與 這個 Y-2x加1 交於 負20 這樣子 那求Aαβ 那麼首先呢 頂點在3-5 就是不要理會根式 利用頂點直接設標準式 還是一樣不要忘記A 那在這一題呢 其實放這一題 就是希望讓你們了解到怎麼樣 焦點 焦點什麼叫做焦點 平面坐標上兩圖形的焦點 這一點同時在這個圖形上 也在那個圖形上 代表這一點同時能讓這一個方程式等號成立 也能讓這一個方程式等號成立 所以帶進去就可以解A了 那你說這個Y-2x Y-2x等於1 做什麼的 沒有做什麼 寫來好玩的 題目故意放一個沒有用的東西而已啦 那所以用-20帶進去 而且這個時候Y是0 它是一根 但是這也不特別重要 因為你沒有錯到兩根 錯到兩根的話 我就 將就用一下 那所以x用-2帶進去的時候 它是-5平方是25 A乘25-5是0 所以a是5分之1 可以嗎 那a是5分之1 注意喔 我也可以帶進來 然後怎麼樣 我最後要的這兩個是alpha beta 所以我把5分之1帶進來之後 把整個式子展開 它會變回 展開就變回一般式 然後等於0 求解兩根 對不對 就可以解出alpha跟beta 但是呢 我們不需要這麼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知道1根是-2了 然後又 我的開口是向上的 又知道頂點在3-5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頂點的x座標就是h 它會在兩根的中間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另外一根 這裡距離5單位 在5單位 另外一根應該是8 所以它最後y會等於 a是5分之1 不要忘了 5分之1乘以 x加2 括號x-8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看這一集 他說 y等於 x-alpha乘以x-beta 這是根式 那也就是說這個圖形 最後會跟 x軸交於兩點 一點是alpha 0一點是beta0 那這個alpha跟beta的點我是 任意點的 就一個示意圖 不一定就真的在這兩點 但是開口向上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它開口向上 因為這個a是1 然後注意沒有寫 不是沒有a喔 沒有寫a是1 那所以說它開口向上 然後過這兩點 那至於說這兩點會在什麼地方 這個我們還不知道 那他說它的頂點在h-1 所以頂點這裡是h-1 然後他問你 這個alpha-beta的絕對值 那因為alpha是這個這個值 beta是這個值 他們兩個負減的絕對值 其實就是中間這一段 線段長 那這段線段長到底是多少 這一題 因為這個圖形 它可以走來走去 h你不知道 所以其實實際上的值你解不出來 但是他可以用某一個方式 來去 解開它 那這個方式在後面的應用問題很常見 就是我們可以 為了我們的需求 想像 有現在有一個新的坐標軸 我把頂點 放到新的坐標軸 就是原本的坐標軸是現在虛線這裡 那我現在把 這個頂點放到新的坐標軸 或者你想像 把原本這個 整個移去 這個圓點的位置 把頂點移去圓點的位置 都可以 總而言之現在他的頂點是00 他的頂點是00 圖形是同一個 圖形是哪一個 圖形就是這個 開口是 A是1 開口是這樣子的 那他的A是11 A是11頂點又00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這條線的名字叫做 Y等於X平方 他就是一個跟他長一模一樣的但是 移動到了 移動到了原點這個位置 那我說不管你是想像他移上去原點這個位置 還是想像整個坐標軸為了他移下來 都可以 總而言之現在他變成這樣 那現在他變成這樣 這個圖形在移上去之前呢 頂點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Alpha 這裡有一個Beta 那他在移上去之後 頂點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Alpha 這裡有一個Beta 就是說你這裡會有這樣子 那我們叫他Alpha 和Beta 他想要直到中間這裡 這個時候呢 Alpha 和Beta 他是屬於Y是1的時候 跟 這個圖形所交的兩點 換句話說我只要把 X平方跟 Y等於X平方 和Y等於1 做連例 Y等於X平方 和Y等於1 做連例 在連例的時候 所交的這兩點 他的X值 就會是Alpha 和Beta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時候 X等於 正1或負1 所以Alpha呢 其實就會是 以Beta就是負1 可以嗎 所以Alpha Beta的這一段距離 就會是2 這是這一題 那就是順便介紹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想像把原本的 把題目問的這個二次函數 移去00 或者是想像有一個 星座標軸 是以0點為00的 那這個時候 原本不好解 因為原本他會跑來跑去的 這個圖形 被你鎖定在 原點 頂點在原點這個位置 你就會發現 只要你知道他的高度 就是只要你知道他的Y值 你就可以透過 求解方程式的方式 得到 X 好那麼 這一集有作業 在 這個 學完了前面的 這三集 之後呢 試著自己寫寫看 那我們去堂課上到這裡